文貞北建議員 謝佛卿 謝月亮 各位教練夥伴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謝謝 謝謝 我叫蝌群 吳克群那個蝌群 不過我姓謝 其實我滿感謝他的 因為他紅了以後都不用介紹我自己的名字 可是你知道嗎 我常銷售 可能有個最大的差別 除了臉以外 就是我有六塊肌 只是這六塊機現在都已經傳遞成一塊了 那我現在是國泰人壽系統資訊部的系統工程師 我先調查一下好了 在座有沒有人是念資訊相關的 有嗎?舉手 好像只有 波卡知道有 對 做相關的嗎? OK 謝謝 看到了 其實為什麼問這個呢 因為其實啊 除非你是相關科系 不然你其實聽到這種資訊工作 你就覺得超無聊的 超想睡的 然後不然就跳開 好像我身上有電腦病毒這樣子 那其實 但是我還是跟大家講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 蠻簡單的 大家看一下這張圖就知道了 我想請問一下 這堆鬼東西裡面 你知道它是什麼的 有超過五個以上 五個東西你知道它是什麼 請舉一下手 喔!不錯喔! 大家素質非常的高 你知道嗎?這就是問題所在 我們的世界裡面 就充滿太多這種鬼東西 這種專業術語 所以搞得我們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人家都以為我們是火星來的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 今天我分享的東西 完全跟這些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資訊科技其實還是對大家非常重要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懂得 怎麼跟資訊人員溝通 好不好? 所以我等一下會花一點時間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資訊人員的世界 對 首先介紹一下我的公司跟單位 那因為我不是公司的發言人 所以再介紹大家看一下就好 知道我們公司人很多 三萬人 那其實蠻大一家保險公司 那我現在的單位在 其實在內科 不是總公司 不是人愛路上面那一個 那我們光是資訊人員 就超過三百個人 對 就是光那個單位 那其實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重點就是 資訊人員 其實大家都覺得好像IP IT 可是它其實有分三種 就是AP SP 跟MIS 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 MIS 那AP是什麼呢? AP就是大家常聽到寫程式的人 大家可能常用什麼Office啊 Gmail Google 其實你知道嗎 其實你們的程式 就是這樣一行一行程式 這樣寫出來的 所以呢 這是他們每天看到的螢幕 每天就是對這個螢幕 你們覺得超無聊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齁 這些人如果真的厲害的話 非常強 而且可以賺非常非常多錢 然後那種矽骨的強者就是這種 就是這種人 那我不是強者 所以我是這個 我是SP 那SP是什麼呢? SP就是說 你今天一個程式裡開發出來 然後你要一個東西讓它Run 一個地方讓它Run 大家才能來用 對 那管那個一個一個 那個地方就是要一個一個主機 那我就是管主機的人 管一根主機 那這個黑黑的畫面 就是我們每天跟它溝通的模式 這樣子 我們覺得還是一樣很無聊 黑色的這樣子 那主機長什麼樣子呢? 主機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公司是用MXM這樣子 那它其實就是 比我還高的機器 然後大一個冰箱 比冰箱還大很多 對 但是這個冰箱可能一台幾千萬 或者是一億這樣子 就是非常焦貴的冰箱 你還要每天給它 24小時再給它吹冷氣 不然它會秀手給你看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呢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MIS MIS呢 就是那個專業修電腦的 大家如果有問題 電腦有問題 就找它修 那有一般比較小的公司的話 那可能 就是AP 它就只能有一兩個MIS 然後它可能剛才講過AP 然後SP的工作 都是由他們來做這樣子 所以他們其實是最辛苦的 所以要好好的 對待他們這樣子 那OK 那今天等一下 資訊的世界就分享到這邊 因為我看大家 已經有人開始想打瞌睡了 那我在 我之後 接下來我會分享一個 我自己的故事 一些故事 然後讓大家覺得 就可能會覺得 對你比較有幫助這樣子 那容我重新介紹一下 我自己 我是67年次的大叔 對 那我是 在那樣財政系畢業 這邊好像有一些 我的學弟妹這樣 那 去後來去 美國念MBA這樣 那邊念完以後呢 就想說 還想在美國工作一下 所以我就進入一家 華人的財富管理公司 去做 研究員就是 負責研究股票 美國股票 然後還有幫人家做操作這樣子 那後來 想要拿綠卡 就進入一個 公司 去當那個 通通包的MIS 這樣 那之後呢 在美國幾年以後 覺得 還是 忘不了台灣好 你知道台灣真的有那種魅力 真的 他就是 你的好你就忘不了這樣子 那後來的話就想說 好吧那我回來這邊改變這樣 所以在三年前的時候 我就進 國泰人壽當SD 那這些其實都是 別人貼給我 我們社會貼給我的標籤 那我常 你知道我們的社會其實非常喜歡貼標籤在上面 那我常問我自己一個問題說 如果今天你把這些標籤拿走 你還剩下什麼 我到底是誰 那就是說 我覺得我心中 心目中的我 我有一個77年式的靈魂 廢話 誰都 誰不希望永遠25歲 對不對 那可是呢 我在那三個工作之中 其實是隱含了我 對我人生計的目標 比如說我 我進財布館公司 是因為我想要學習投資理財 那我進 美國公司呢 是因為我覺得我的英文很爛 我想要提升我的英文能力 那到最後呢 國泰人壽是因為 我覺得我的專業能力還是很重要 所以我選擇進一個很大的公司 這樣才能看到一台好幾千萬的冰箱 對不對 那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其實有個夢想 就是說 我希望透過我的投資 的能力 那我達到財富自由之後呢 我希望再去用這個能力 去創造出 就是比如說像房地產 或是定主股之類的 創造出更多的現金流 然後我可以去幫助 弱勢家庭的小孩子 讓他們不會說 因為要為了家計要載學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有辦法 真正讓他們去 幫他們帶他們家裡走出那個 貧窮的世代的循環 對 那這是我的夢想 那我常在跟一般 就是比較年輕的朋友 在那邊分享的時候 他們就問我說 柯群啊 你這些都講得很棒 可是你會分享到 當初你是怎麼找到這些東西的 那要回答這個就是 聽我講一下鼓這樣子 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 ABHD 這個就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就是過動症 我從小就有過動症 那其實 那過動症就是 你一般人 跟我們一般比起來 我們腦袋就少分泌一種物質 然後讓你可以 可以就是 就是幫助你專心的一種物質 所以你想當而我的成績就很爛對不對 然後功課就是 沒有辦法好好寫 不專心 所以我媽媽從小就用絲襪 把我綁在那椅子上 有沒有 所以我很小就玩過密室逃脫 有沒有 對 可是還是沒有用 還是不專心啊 然後通常老闆人講說 啊 不會輸出一輩 一輩子聚膏 一輩子聚膏 就是什麼 就是一輩子當魯蛇 好像我也沒有嘛 我覺得啊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呢 雖然我功課很差 但是我從來沒有 停止過體制外面的學習 就是我用閱讀 還用一些方式去找到說 我自己想要學的東西 一些路 那舉個例子好了 最簡單的例子好了 只要那個功課不好的人 英文絕對不會好 你知道嗎 那我英文很爛很爛 那要什麼程度呢 就是我從國藝開始呢 第一次以外 因為第一次是考KK印標 對 有60分 從此之後就沒有及格過了 那大學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叫聯考 那我重考過一次 不是指考也不是什麼 對 那英文只有五分 那想當然這個五分就等於零分 因為他是猜的 絕對不是因為我會 對 那其實 退伍以後呢 畢業以後呢 就是退伍以後 然後考過托福巨妹的 但是你知道我們台灣學生 當然會考試 所以你的考試的成績 絕對不代表你 真正運用語言的能力 所以進去半年以後呢 我還是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 你知道嗎 大概只有開頭 然後跟say goodbye 我聽得懂 大概只有一層這樣子 可是呢 想 出去以後還是想要 還是想要 就是 想要留在美國嘛 所以只要硬著頭皮去面試 然後第一次面試呢 進去不到10分鐘 就被老闆打槍 老闆就說 Sensor 你的年紀太大 英文太爛了 真的很傷人有沒有 對 可是能不能放棄嗎 不行嘛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面試的東西 其實 你們之後可能會面試啊 會遇到很多 懷疑你們能力的公司 但是請人家記得 那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 只要找到一個 願意相信你的公司就好了 所以你失敗過幾次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只需要成功一次 OK 對 所以呢我找到一個 我願意相信我的公司了 那我就是 在這時候我想說 不行啊 英文這麼爛才得了 還是要繼續努力嘛 所以我就結合我們 我的財經工作 我每天呢 就是 因為要看很多文章嘛 CNN那些很多財經文章 那我就是除了上班看以外 我下班也看 就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 那一開始可能一天要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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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章要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可是要查很多東西 可是欸 我發現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所以我的智慧就累積很多 那 到美商公司的時候 雖然智慧多了 但是口語還是不行啊 每次要開會的時候 都超緊張的 那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下班的時候 我就去 因為我發現我的是英文問題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次段考及格 雖然只有60分 所以我的發音 不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就去找那什麼 舞習班 在教國中的那種 就是那種 教你音標教學 我就把它砍掉重練 自己就重新練發音 然後我還去抓了 就是空中英語的軟體 然後每天都念一兩個小時 以上的朗讀方式 突然有一天我就發覺 欸 我英文好像真的進步很多了 對 那後來就有一個成果 就是說 我的成果就是 我後來回來台灣以後 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之下 我拖曳考955分 對 那是990分這樣子 那在這邊不是跟大家 譬如說我英文多厲害 什麼什麼 大家不覺得很勵志嗎 如果你的英文底子沒有我差 那你的英文 絕對只能會學得比我好 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相信自己 好不好 那其實我想了那麼多呢 董貴其實說穿了齁 其實就是 所謂一萬個小時的定律 一萬個小時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 你如果你要學 你的平凡人 你要一萬個小時才能到專家 那如果你每天練兩三個小時 大概是六七年的時間 讓你去 你去 那其實 相對於我的經驗 其實是 我覺得還蠻符合的啦 那我一直覺得 有一句話很好 就是說 我覺得 這句話就是說 一個上班族的未來 取決於你下班時候做什麼的決定 那你 把時間花在哪裡 你的成就就會在哪裡 那我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去 因為我們以前的 教育很習慣 要讓我們有速成的心態 就是說 反正我明天要 下禮拜要考試 我這禮拜拼一拼一月 這樣我期中考就會過這樣 那可是其實我去了 國外以後 我發現說 他們在準備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們是以年為單位 不是以幾個月幾個月的單位 那我覺得這是我希望 讓我傳達給你們的一個東西 就是 要持續的去 就是 去做就對了 那我通常呢 我們以為過程 是這樣這樣子 目標 只要努力就好 可是我跟你講不是 實際上它是長這樣 就是 中間會有很多撞牆期 撞牆期裡面 很辛苦很辛苦 然後看起來都完全沒有進步 可是當你一撐過之後 你的能力是 往上跳的 往上跳的一程 所以如果你現在在經歷什麼事情 很痛苦 那我跟你講 你要恭喜你自己 因為你現在正在 你現在是走在對的路上面 所以你們要做的就是 往前走就對了 對 那所以呢 回到我們今天剛才那個主題 怎麼走出自己的路啊 我覺得 今天你 老實講你今天聽我這樣分享 你不會走出自己的路 為什麼 因為我的路是我的路 你的路才是你的路 所以但是我們可以一起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永遠都不要停止學習 我們要永遠對這個世界上面 要有好奇心 要繼續去探索 你們想要的東西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慢慢修正你 找到你自己路 然後看你自己有沒有缺少什麼能力 你就去 多過去學習就好 你學習你就會有這方面的能力 對 所以我鼓勵大家 從今天開始呢 你去思考一下 你可以學些什麼 你想學些什麼 你的 你的能力 但是現在你想要的能力 中間還有多大gap OK 然後呢 你去尋找任何 可利用的資源去結合它 像我就是 有我的例子就是 結合工作 結合網路上的一些 非法下載的玩意 對 就是這樣 這樣會 你會更有效率 去做到這件事情 是非常棒 那我覺得 其實在座的各位 今天會員來這邊 都是很願意學習的人 你們已經比別人領先一大段了 其實我們就是堅持下去 努力下去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會變得越來越好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的演講 就分享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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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